大家好,我是小编,记得点击订阅和开启小铃铛哦 糖尿病已经是最常见的慢性疾病之一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糖尿病的发病率也越来越趋向年轻化 什么是糖尿病? 专家称糖尿病是由遗传和环境因素相互作用而引起的常见病 临床以高血糖为主要标志 常见的症状包括了多饮多尿多食以及消瘦的情况 糖尿病若得不到有效的治疗,可引起身体多系统的损害 引起胰岛素绝对和相对分泌不足 以及八组织细胞对胰岛素敏感性降低 引起蛋白质、脂肪、水和电解质等一系列代谢紊乱综合症 糖尿病可分为一型和二型 其中一型糖尿病患者往往要终身依靠胰岛素 但幸好大部分糖尿病患者都是恶性的 他们往往是由于一线不能产生足够的胰岛素 或者是身体对胰岛素没有反应 从而导致血糖居高不下而患病 其实血糖高本身并不可怕 可怕之处就是它会产生并发症 他们更容易患上危及生命的疾病 包括了心脏病、中风 除此之外像糖竹、白内脏等糖尿病病发症 一旦出现也会严重干扰糖尿病病人的正常生活 因此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 保持正常血糖质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大家是否知道 我们每天在做饭的时候加一点黑胡椒 可以有效的防止高血糖现象 而且这种香料非常便宜 做法又是非常简单 让你轻松帮助控血糖 为什么黑胡椒可以起到这样的效果呢? 则是因为黑胡椒具有强大的抗氧化特性 抗氧化剂有助于稳定血糖 同时还能促进消化道的健康 所以在自己的菜肴中加入黑胡椒 可以减少自由基损伤的风险 同时也可以对抗肥胖症 多吃黑胡椒可以帮助你减肥 因为胡椒含有胡椒碱 这种物质有助于减少体内脂肪和脂质 导致体重减轻 而肥胖对糖尿病的病情是非常不利的 所以大家一定要好好地控制自己的体重 小编在这里提醒大家 购买胡椒的时候最好选择新鲜的胡椒 然后将它们磨成粉 加入菜肴中烹煮 或者加入白饭中一起熬煮 就可以简单地让你从饮食中控制血糖的问题了 如此简单的方法大家一定要分享出去 今天小编就分享到这里 不要忘了点击订阅和按赞哦 我们明晚见